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出道八年于正眼提到 吴锦严或只得到魏英诺这个角色时 激动地哭了 我对她的要求很高 几乎每天都要向我汇报 对角色的理解和感受 我要求她减肥 要求她冷心冷虐 要求她每一场戏都想到前前后雨 我控制她的情感 宣泄只许她哭二次 因为在我的理解里 魏英诺不会哭除非假哭 想必此时的吴锦严最应该感谢的人 不是什么老师 而是让她有细眼的于正 这其实对于娱乐圈的明星们来讲也很正常 不过 能像于正如此高调的制作人相信 大家以前并未看到 或者说一部戏或不火不清楚 但制作人却明显了比其他人要更有名气 这可能也算是娱乐圈一道风景信吧 不管如何不看好于正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于正显然是那种比较关于炒作自己集作品的人 相信还没有哪个制作人要求演员 每天都得去跟自己汇报一下演戏的感受和对角色的理解 可于正却做到了 只不过 对此 显然也容易让人有所联想 要知道之前娱乐圈时不时就有点其他方面不好的消息 传出 难道于正就是个例外 还是说于正因为有娱妈的称谓这样女演员 就是无所畏惧可是不管咋说 于正的那习惯 听着都有点不真实言许私交方面 吴锦言和于正真的很好 而且 在吴锦言的心里 于正也非常是那种有魅力的男人 甚至可以说 于正也有可能是吴锦言心中的神 否则也不可能每天都去找于正汇报 想想演员还真的很辛苦 而像于正这样的制作人也真的是很敬意啊 如此关心艺人的成长 又有啥可担心演员的演技不会提高的呢 看来之前说吴锦言演技一般还真的不能怪演员 也许于正没能及时修片 或者说吴锦言演的与我们有些观众想的有出入好吧 那可能是我们有些观众未能理解剧情 或者对这部剧有误解 不过说来也挺有意思的 于正在谈到吴锦言之前 耍大牌一试 似乎也是轻描淡写的 一笔带过他说 我了解每一个刚活起来的演员 都会面对争议 这是他的必经之路 我无意为他辩解 但好演员其实不需要任何加冕一部够成功的作品 才是王道我也不是谁都碰的 会随着岁月的推移越来越严谨 越来越苛刻 因为我热爱这个行业热爱活着本身 看来以后再有什么新人想的于正那里有戏拍就要难点了 这似乎于之前于正所说的又有所出入 这是否也是因为于正如今营气越来越大的原因 手底下可供挑选了一人 越来越多 所以才会改变自身的要求 不管咋说 看来于正在2019年依然还是强势 我会改变自身的要求